歡迎來到今集的 廢人爆幾蜜語 ACGN也說一下 因為這個才是本頁 所以那些什麼AV 不要經常想 想得多 你聽Kenny 和Thomas梅三個男人說鹹片 為什麼不自己看呢 其實他們做一些財演做事 你打個號碼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你跟我說什麼前景 背後的價值投資 給個號碼 值得看哪個人 你給個號碼 或者給個人名字 自己找 今集你見到我們 我和Tim 最喜歡講話無聊 今集我們講兩隻戰國的遊戲 都是光榮的 我們都是 你算不就是光榮的 都算的 都算的 我以前 很慚愧地說 因為很多 以前制過我不熟悉 因為有老花的年代 你都玩很多的 那些戰略遊戲 例如維新之鋒 我就沒有玩 維新之藍 維新之藍 但是我的時代 三國志 信長 基本上我都玩 看流記 我都有玩過 是 那我就 差一點 三國志就肯定 我是光榮的三國志 其他我就玩得少些 曾經都很想試一下 入手 信長之野望 但怎麼入手都覺得很難玩 因為不懂得操作它的系統 因為其實信長之野望都很豐富 我終於都很完整地打完其中一集的 信長之野望的其中一個劇本 那就是 剛剛最近玩完這個 信長之野望創造 是一隻一狗 不是 痴田 2013年出版的遊戲 因為去年它 PS Plus的時候 就可以自由了來下載 所以我就免費地玩了這隻 威力加強版 在摸熟了遊戲之後 即是那些 控制之後 就覺得 其實信長是好玩很多 其實每一代的人都說信長 因為信長系統複雜的三國志 代代都是 那我純粹從歷史的背景來說 信長你可以擁有的資料 還有因為它是15多年的年代 以日本人可以找到的資料 以及事實上它更加豐富的內容 那確實是多了 材料很多 我覺得有沒有心整的問題 大致有沒有玩的 創造其實是尾二那代 創造是14 現在剛剛公佈的就是16 新生 那麽說 系統有沒有心鬥呢 就是 好看人的 例如三國志 十四我都有玩 它的內政系統幾乎是沒有的 根本就沒有心機搞扣 大家都在一個地圖 我記得信長去到天下創造 天下創造 天下創造之後 已經是一個地圖 我看回資料 原來很早 已經有一個地圖 這個概念 不過運動得不好 因為有少少不同 例如天長記 其實都是一個地圖 但因為那時候還是回合制 天下創造 我沒有記錯 已經是半實時 半實時的 那 它呢 你看到大家都是搞內政 我都不要說分別了 以前三國志的內政已經很細 三國志不是 按一個人去做內政 然後加數值 還蠻壞 14去到 就只放一個人在這裏 你什麽都不用做 同樣地 你可以說 日本不同的 因為日本的城 有城下丁 城下丁這件事 就是那些人不是住在城裏 他會在城附近 做個丁出來 可以種田 做生意 之類 但是最少人家有很基本的內政營運 還有你可以設計 他的城下丁是怎樣發展 究竟以商業為主的城下丁 以農業為主的城下丁 還是以兵種的城下丁 而例如 就算說打仗 大家都不能下手下腳去控制 去到創造 其實他有想過怎樣玩 他可以加入大會戰 也有少少手動議 三國志也是沒有 其實他們沒有心思想過系統 三國志是沒有的 三國志是沒有的 這代我唯一贊的就是 他斷糧的系統 其他系統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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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系統都可以給信長 以我甚至乎 因為 他是為了出來 新的信長 才用三國志去試一試 我甚至乎 是陰謀論的 我最近在收拾家裡的東西 我發現我部PSP 是在玩天長機 天長機是這麼多代信長的經典中的經典 強推 對 是我在玩的 而那個Safe是2008年的PSV 我同時撿到一部PSV出來 我就是在玩天道的PowerKit 所以其實我同一時間 我手上的三部Sony的機器 分別是在玩天長機 天道和創造 因為其他那幾部 其實天長機我還沒正式開始 有個Safe 但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 十幾年前的東西 我開了一隻天道出來 我看到我自己在玩什麼 是 起路 不斷地起路 對 天道要起路去搏鯨 所以有時候可以搶鯨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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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 因為你可以起路去搶鯨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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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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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都可以駁你的路去找一些資源 因為我覺得創造亦都有這樣的系統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 它簡化了一點點 它非常簡化 因為路幫你駁好 你只需要想一些路 你需要擴展嗎 由一級路變成半級路 路的闊窄就代表你可以容納多少軍隊通過 而資源亦都已經在某個城市 你可以在某個城市 透過巡查找到一些新的資源 我記得天道那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一代出來 多數是試玩信長的 美龍就像是起到SimCity那樣 上網有教學 因為美龍有很多丁 它好像有10還是11個 你說的是哪一隻?天道嗎? 是 美龍有10至11個丁 因為它有很多河 因為那一代的設計就是水田 是種得最多米 所以有個教學是教 究竟怎樣放隔 是令到你可以種到最多的水田 如果你跟著來做 基本上一個美龍 已經可以夠你整個角色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挺有趣的設計 它也仔細很多 你可以找資源 而三國志 我印象之中 好像十一它有藥干格 每一個城它有藥干格 給你去擺 究竟你擺龍蕭兵 因為主要是這三種 但是它沒有一個很複雜的設計 給你去想究竟怎樣去擴充 因為如果我純粹用這一集的創造 去做例子的話 就是你開發那一格 那一格本身有你適合做冰龍蕭 由S至F這個grading 但是你開發完之後 它會連adjson到隔離那些格 你可以透過你開發原本這一格 去附作隔離那些格 會不會upgrade 所以你需要一個比較完整的planning 究竟它會怎樣做 除此之外它還有一些特性 或者一些資源去upgrade那一格 但譬如你upgrade那一格 變成這些 你就不會upgrade到隔離那些格的性質 所以你在考慮那個 那個城的變化 你就要想得完整一點 這個是我玩這隻創造裡面 因為我從來都說我是種田派 我就會比較重視 或者覺得都挺過癮的變化 而在外交方面 其實整隻創造主要都是打外交的 從來都是打外交的 我這次的玩法就是 因為我第一次玩 我看到我的勢力開始大 我跟他外交 然後他就重熟我 我就說好吧 那我收你做男子 那你收了你做男子 然後我固然不能打你 但我可以不斷找你去幫我打人 打到其他人 我那時候就是美龍和美章 然後不能夠跟我朋友的當然是金川 然後京畿那邊 或者近京畿那邊的小國 那些什麼十子國 那些全部都跟我 就是重熟了我 小的那些勢力 然後我再跟竹利將軍家 用婚姻結盟 再跟當時的管領細村家結盟 我沒有東西打 因為我全心就向金川那邊推 然後就收復了德村家 收復了金川家 我沒有東西打怎麼辦 找那幫五家產幫我打西邊的人 然後我再收拾 然後我就自己繼續向東推 找上衫聯盟幫我打武田 武田呢 給他打一打 他吞吞了武田 上衫終於成功地改變了歷史 吞吞了武田 我就專心地打北條 但是因為他這遊戲 我不知道其他其他幾代是怎樣 他只有一個勢力範圍可以直轄 帶過某個勢力範圍之後 一定要立軍團 其他幾代有沒有 好像沒有 因為他這代有一點想還原史實 因為林喜信長也立了幾個軍團長 都是那幾個 三吉 柴田 明智幫忙 他盡量想做這種 但是我覺得 這樣就讓我沒有空間 自己去想自己的發展 就是立了軍團長之後他幫我打 那又變相是怎樣呢 因為我當時的勢力已經很大了 我立了整個近基 然後整個東海道 加賀能登那邊也被我消滅了 上岔也被我消滅了 然後我派兵 我又要顧著 我當時想想我應該想主力去打四國 想消滅四國 搶中我部員那邊 糟糕 上面那兩隊軍團 我安排了前田利家 和林秀貞幫我打 糟糕 他整個伊達幫我消滅了 我都未來得及去處理東北澳 六澳那邊 他已經幫我消滅了伊達加禁仔 和南部加禁仔 於是我要怎樣呢 我就即時把我的 我唯有繼續被他打 然後我就盡快處理毛利加 和四國那邊 然後呢 因為我很想 我不認識南部 六澳 北海道那邊 就是哈宜那邊的人 還有那個勢力 因為大家比較認識的 當然是中部 還有中國那幾家人 或者是九州那幾家人 於是我就 反過來把 中國 和四國 交給柴田勝嘉 和乳柴守吉 我就把自己的 我就把自己的 我就把自己的根據 調到北陸那邊 是 仆佳柴到 雨柴守吉 和柴田勝嘉 很快地幫我消滅了 整個中國 和毛利加 大友加 黎子加 和長中和部 然後呢 怎麼辦呢 因為太快了 我簡直是要跟 九州的 島津加 和大友加 結盟 等他們一年之內 不要打仗 要不然很快就完 那我就消滅了南部加 因為呢 南部加那邊呢 他的 開發很低 所以作為中田派的人 我直接用一年的時間 要好好重新 整個內政 打完他們 我才把自己調去 然後呢 我始終都把自己的根據 定在京基 那裡 於是呢 我就派了17萬大軍 由京基派兵去打九州 即是我不派 我不派已經在中國的 羽柴守吉 已經在 九州落地的 德川家康軍團 以及在四國的柴田軍團 我不派他們出去 我自己派17萬大軍踩過去 那 都很快就贏了 那就會比較容易打 因為他那個 戰鬥系統就是 他的城防是多少 你派多少 高過他的兵 他就會開始慢慢扣城防 當然你要看你的薪水 夠不夠 然後呢 只要你高過他 譬如我派20,000圍住你 你的城最多都是 一萬鬆一點的城防 除了小田園 是一萬六千最高之外 其他那些都只有一萬左右 那其實我怎麼派呢 20,000很快就圍死了你 那我圍了這個城 因為我沒怎麼扣兵 因為他會派一些兵出來的 但是你20,000兵怎麼打呢 你也比他多 或者你派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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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派了17,000 你對10個城都夠用 每個城晚七 然後就去數下一個城 所以九州就很快消滅 打到最後其實就 只要你之前的外交鋪得好 慢慢的蠶食他 其實都挺過人的 但是槍一定要買 就不能夠自己做 ok 這一集就是這樣 你玩其他那些是怎樣 好像之前做節目都講過 我講的印象深一點 例如天長記 你一打仗 你不只是打一個城 你把那一帶幾個城都捲在一起 因為他連一些知成都算 信長之夜 所以很有趣的會變成 就是你可以一個月裡面 連續攻十幾個城 那場最後不完 下個月會繼續的 還有最有趣的是什麼 例如我信長打武田 有時候會抓到一些上岔的地 你可以選擇幫手 不幫手 中立 就是幫A變 或者幫B變 中立 其實是一種很有趣的打法 還是以前戰棋年代 例如去到近代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其實都差不多 不過有幾個位置我挺喜歡的 就是他 當然會令到強弱懸殊了 就是什麼呢 一些比較出名的大名 會有所謂 獨有戰法 或者獨有科技 例如信長有三段射 你說創造是嗎 是的 例如說 上岔就是 不是 風林火山 風林火山 對木鳥 應該是上岔 上岔不是 對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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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岔是 可能軍神 我不知道 軍神 以及 車輪之爭 去到最新的那一代 其實就進化了大智 因為他每個 就不止是那個勢力 很多武將都會有自己的 所謂專屬大智 大智有趣在就是 某些位置有優勢 某些位置沒有優勢 我憑記 因為我真的沒有玩過 我看文章說 例如信長可能做生意好些 但是可能會令到 負面效果是令到佛教頭爭他 但是 那些人說設定不好 例如舉個例子 真田行川那個大智是廢的 說他 例如冰小 好像是冰小的對面 那我能力就會大增 本身呢 這件事是很荒舊的 因為多數我們打得很少會令到我們進入冰小對面的情況 這樣也算了 問題就是 他的正面效果很少會發動 但是他的負面效果會長期扶住在那裡 負面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食糧會多吃一些 那就是一個廢像 如果你問我 那就是 所以 《信長之夜夢》給我的感覺就是 可以多試幾代 就是 幾過癮 就是這個系統 複雜得來 是 豐富很多 是啊 對比《三角志》 他不要處在他入手是難的 你問我 還有 每個人都不同 我自己比較喜歡做一些《細國起頭》 他其實 因為不同的劇本 不同的大名 都有些 都有 即是草創期 例如 《信長出生》的《毛利家》 都是一個成的 例如 《中前期》的《島津家》 都是一個成的 例如 《中前期》的《積田家》 或者是去到後期的 例如有《珍田家》 或者是 《雜河家》 《零木家》 或者是去到西北 《伊達家》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好玩的大名 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實力 還有 他們 都要 可能有些機會打壓大勢力 這樣 其實是OK的 所以 如果你們都有玩開 信長的 不妨都跟我們 分享一下 你對於哪一代 還有你的玩法 除此之外 郭明另外最近 剛剛 release了一個廣告 《戰國無雙5》 《戰國無雙5》 應該是 一個 reboot的世界 為什麼呢 因為 角色已經完全不同了 感覺 Tim的說法 就是巴沙拉化了 你問 就是畫風詞 因為 例如 你看到 只有一張照片 它有一些 撥墨風 這些其實 因為以前是比較真人向的 《戰國無雙5》 這個就有點像 卡通化了 對 對 這樣 比如 有看到圖 就看到 這個就是 積田信長 以及 名字光秀 其實你不說名字 因為 換了這麼多年 大家認到的樣子 其實你也不知道誰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自己不 當然 都有些先日為主 對巴沙拉 是這樣 我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 你看到 現在的 《戰國無雙5》 變成這樣 你就會認不到 一些人 你說這個 右手邊 紅色這個 說是前田慶祥 我都覺得沒問題 基本上 你說哪個都沒問題 因為 當然這個真的是先日為主的問題 例如 茶田聖家 特別是茶田聖家 以前是一個阿叔 還有他是有月代頭的 他後來變成一個 現在他是一個很帥的阿叔 變成一個浪子 你也是那句 你說他哪個都可以 你說他是 賭尊二宏都可以 無所謂的 是啊 最大的變化不是他 而是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以前是一個肥武將 也是有月代頭的 混蛋 他變成塔子亮頭 喂 大哥 你說塔子亮 以前是森蘭苑 那他可以 那是那個造型 其實是森蘭苑 因為看來他這次想 只是描寫中早期 應該 因為我現在就這樣看出了一些人 有金千元元 有職電信長 有齋藤利三 最後呢 最後是出到阿士和淺井 淺井長征 淺田尼加 本多忠勝 大概你看到他應該是最 不是 3月24日出了一班新角 有山中六之界 林明治光秀 職田信長 雨柴秀吉 德川家康就塔子亮化 金川二元都不同了 由以前那個 因為其實他以前的角色 那些造型 是比較還原這個 原本一個真人 比如說他比較貴族化 化白了 然後點兩點眼眉 然後可能塗黑一些牙 這個是 史實裡面一些資料提供的資訊 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 雖然金川二元還是很白白的 但已經不同了 淺井長征是鬼佬 一向都是金髮的 一向都是金髮的 龍基 因為他用了蝴蝶的髮色 所以你說蝶基 這樣OK 因為以前的龍基很妖艷 這個也是你說是誰 紫月是誰 原創人物 一個忍者 前田尼加 柴田勝家 阿屎 齋 齋藤尼三 最近在3月24日公佈的 山中六之界 竹中半兵衛 竹中半兵衛也是全靠他的帽子 去承認他 但已經是正態化 那個黑田官兵衛 其實以前應該是明智光秀 這個造型應該是明智光秀 對 大家可能要找圖看 中村一視 賴明 和本多忠成 也會有越來越多角色 還有之後一定會有猛將傳的 肯定 現在已經是27個角色 我想他不會少很多 但大概你看到這群人是中早期的故事 因為其實戰國無雙這些遊戲 有點腦鑑 因為他要出新人 每集的重點都放不同 其實去到第二已經說 重點是放在關聯之戰那裡 戰國無雙2 到第三就開始說外寶石 即是那些賓達家 道瓶 道瓶 其實他有故事 他就說是在應人之聯 拉開這個戰國的序幕 所以應該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是很早期的一個故事 所以後段一些 譬如珍田幸村那些 就應該沒那麼早出 因為其實第一代是說珍田幸村 珍田幸村是主角 因為他是趙雲 第一代珍田幸村是主角 第二代好像也是 其實是 其實如果說玩法的話 一二三代比較沉屈一些 動作很慢 因為比三角無雙 戰國無雙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是難打的那一代 難打很多 因為他幾樣東西 第一 角色比較廢 其實我覺得他為了要營造 戰國無雙和三角無雙的分野 雖然都是割草 但是色調是很不一樣的 戰國無雙頭三代比較沉一些 還有對方的攻擊力強一些 玩法也是盡量以劇情向的方向 就是他要你盡量在某些地方 在戰事上面發生某些事情 你要跟著去做 自由度相對比較小 但也因為這樣 你要跟著劇情做 我會覺得是 難一點 因為不可以你覺得 哪裏容易打 或者哪裏麻煩 你就去做那件事 所以是有分別的 但是 戰國無雙五句 你當他真的是一個reboot 所以都是 複雜 會不一樣的 會更快 一樣有上一集 他繼承了上一集的神速 因為4 有神速的 就是三角三角三角 正方形 以前是沒有的 純粹是正方三角 正方正方三角 所以有神速 他的速度會更快 我們看了一些官方遊戲 他都是快的 都不是巴沙拉那種 對 沒有到巴沙拉那種 但是快的 另外有一種叫閃技 都好像上次已經有了 消耗一些量表使用 但是有四種閃技 會不同了玩法 所以應該會令到遊戲快了 還有動畫向或者巴沙拉那種 會令你開心一點 其實自從光榮 掘到無雙這個金礦之後 我覺得他有點無心本業 你的本業是什麼 好像是沙漠寺那些 不過如果你說 食力屎水 我覺得如果信長有真人 應該全家產 問他收回版權費 他近年做得最好 竟然有劇本 是人王一的劇本 因為他是講戰國後期 那個 好像是叫三浦按針 的圓形 日本武士 鬼佬 來到日本怎樣去 終結了整個戰國 那個故事寫得挺有趣的 但是人王二就懶惰了 是 所以 預計是今年會出 又是有Switch和PS4版本 所以就 看看會怎樣 好像還沒正式說 2021年的什麼時候出的 儘管大家再等一下 我們可能都會玩的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 今集是這麼多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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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鐘 三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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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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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